欢迎回来这个10月份空瓶季的Part 2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个香水 这个香水的名字其实我不是很会念 勾 勾铁吗 但它的包装真的很漂亮 一个女人的身体 然后穿着个马甲 后面还系这个绸带 大家不要介意我的指甲 我上次去Dior家试它那个指甲油 后来就掉成这样 题外话就不说了 它的包装真的很美 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它的味道是很浓烈的那种 很成熟女人的味道 我不是太喜欢 虽然说我上班我有时候喷 我同事就说好香啊这个香水 但是他说但是不是你的味道 我说对 但是真的是太浓了那种 很女人味 很女人味那种味道 有点too much 我觉得 接下来说的呢 是Avino家的这个 daily scrub 就是每天都可以做磨砂的这个产品 然后里面它还有那个 这个叫什么 Multry rich soy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 首先它第一点是它的磨砂能力 并没有很强 OK 但是也解释的清楚 因为它是daily的嘛 如果你每天都是有很强的东西去磨砂你的皮肤 其实你皮肤会变薄 然后它也没有肥皂啊什么什么的 用了就算啰 另外向大家推荐的产品是Law C10的这个Oil Makeup Remover 这是我第一次用它加 其实也不是它加的 第一次用洗面油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是你上了这个油之后 在你有妆的脸上 然后再用水去乳化 它卸的还蛮干净的 然后还蛮快速的 这个我会考虑回购 或者是试试别的卸妆油 我还觉得蛮好用的 接下来呢 讲的是 Kinnik家的这个眼唇卸妆 它真的很好用 卸的干净 而且又不刺激 还不错 我觉得我会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但是不得不说 它的这个口的设计 真的稍个一个不注意 你就可能倒很多 但这个还真的不错用 接下来讲一个手霜 是这个日本的一个手霜 Nature Savon吗 它的味道是很香 很香的那种 baby爽身粉的味道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有点奶味那种感觉 但是它也是跟别的手霜一样的问题 就是很多手霜都一样的问题 你上手的时候 它很水润 但是它会干 干掉之后 你就会觉得手心那里是干涩的 所以不喜欢 接下来讲一个洗发的产品 是一个法国的 我就不念它的牌子了吧 它的这个系列呢 它是让你的头发有比较蓬松的 所以应该是给油性的头发用的 我的头皮是油的 但是我的发尾是干的 我用它呢 令到我就是发尾变得很像枯草一样 所以如果你不是超级无敌油的头发的话 真的不建议大家去 不建议大家去用这个 真的不是很好用 另外讲一个是Dior家的一个小的试用妆 这个是Lip Maximezer 然后里面是有胶原蛋白的 就是让你的嘴会显得有点蓬蓬的感觉 其实有点像Lip Gauze 让你的那个嘴有点亮亮的感觉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效果 其实我不追求让你的嘴亮亮 或者是碰碰的 然后它里面应该是有点薄荷的成分 它味道有点薄荷 然后你用上嘴有点小小的刺刺的感觉 但是还可以接受 但是它的包装真的超可爱 超少女的对不对 这么小一个好可爱 但是我不觉得好用 另外讲的是 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一个亚顿8小时的一个护唇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它真的蛮润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它的味道真的是不是很好温 如果你们是不介意味道的话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味道真的是 有点让我怕怕 另外讲的是一个清鼻子的一个spray 这个味道是Lamanda Rosemary and Mento 所以味道有点刺鼻叶 就是比较strong的味道 这个开封三个月之后就要丢弃了 所以已经三个月了 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用 偶尔用一用了 还好吧 就有点凉凉的感觉 用完之后鼻子 接下来讲的是 Fino家的这个发膜 就是网上很多人都说很好用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它真的蛮滋润的 就是对你的头发 真的有那种做完头发护理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别的品牌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做效果 就不一定一定要买Fino了 我觉得国内的那个奥宝也很好用啊 所以是可以是挺好用的 但是也没有说非它不可的感觉 接下来讲这个日本的修筑时间 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就是当下的时候腿凉凉的蛮舒服的 但是第二天起来我的腿还是有点就是重重的累累的感觉 我妈试了两片她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呢 是 这一个产品 Amica的这个Live in Cream 它是一个 其实我以前好像推荐过 我觉得它很好用 它是一个洗完头之后用的护发素 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护发素 用完护发素你不是还要洗吗 那个护发素就流到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有点滑滑的感觉 其实我很不喜欢 所以有时候我就懒得用护发素 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个 然后擦到你的发尾 你湿头发也可以用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头发就很顺 很柔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味道也很香 我还入了它家的一个大瓶 我觉得很好用 接下来呢 是一个Lossy Tan的这一个喷雾吧 Essential Water 我不得不吐槽它的这个瓶口 我还剩一点 我喷给大家看 它就这么强劲的喷力 它就可以 如果你前面有个蚊子 你这样喷它 你瞄得准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把蚊子都喷死 而且它的水应该有菊花成分什么的 有点刺激 也上脸之后有小小的痛感 所以这个我不是太推荐了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这个分享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